好,來,say hello 我先聚一下 哈囉,我是伊志杰 OK,這一次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們傳聚的過程 聽說四個人都剛剛大學畢業 很UKey的年輕耶 來,所以你們是什麼樣的關係? 我跟舞台主唱重影 還有BaselBasel 我們是高中同學 然後我們後來在 跟靖老師製作專輯的過程中 去比賽認識 所以你們這個大學 就是真的 跟剛剛那個八十八顆把子一樣耶 從高中然後大學可以一起玩Basel 你們接下來計畫玩個二十年三十年 還十年嗎? 希望可以跟台灣一樣就繼續玩 繼續玩下去 所以這一次要恭喜你們這個入圍的三項大獎 包括這個年度的新團體 然後你們這個民謠單曲 民謠專輯 然後也是你們這個一趟在完成環島之旅之後呢 有感而發 所以你們這個在專輯方形中呢 全台灣走透透 有跟你們的一些音樂創作 帶來一些不一樣的感覺或是心情嗎? 對就是其實就是實地走坊以後 對我們來講就是 才真正去用雙腳認識我們住的地方 用雙腳認識的台灣這塊土地是不是? 有沒有看到很多可愛的妹子 在旅行的途中 台灣的妹子是很可愛的 台灣的妹子是很可愛的 台灣的妹妹很可愛是不是? 有沒有可能想幫台灣的妹妹們寫一首歌 在你們下一張專輯裡面 好像不錯 好像不錯嗎? 那最後啦 剛剛這個提到過 一路走來這個音樂創作出的不簡單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支持者的粉絲們來表達一下 然後是對製作人做一三兩次 嗯 首先當然要很感謝我們的製作人紀元六老師 那因為我們在做這張專輯過程 然後才有辦法慢慢把樂團經營起來 那也是非常感謝每一位在各種成績 就是幫助我們的任何一位夥伴前面和老師 對 感謝之一啦 我們這個也希望我們的椅子 等一下可以呢 上台發表你們最棒 已經準備好得獎改言嗎? 有準備齁 好 希望呢等一下這個椅子呢 可以上台發表你們的得獎改言 再一次謝謝我們的Cheers椅子 感謝你們 謝謝